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宵达旦 四日清晨 三人用罢早善后 李先令宋平怪倪迟走出了县衙 在早晨的淡淡雾气之中 衙门前两边的店铺都还未开张 忽然三人听到唢呐声 绕博声夹杂着女人的哭丧声隐隐自东而来 三人驻足观看 朝着声音响起的地方张望 不一会儿 一只盛大的出殡队伍缓缓走来 当头的是一个青年男子 此人长得容貌瘦削 披麻戴笑 一路上连喊戴嚎 一副一哭无泪 悲痛至极的样子 尼师认识这个男子 他告诉李先令和平怪 这个男子是本县健身杨云青的弟弟 名叫杨玉龙 此人不学无术 不是生产 是个只会吃喝嫖赌的败家子 李先令盯着灵酒前的明慧台位 看了一眼 确认死者就是杨云青 平怪听罢大惑不解 他说前天下午 他还替杨云青看了病 今天一大早怎么就出丧了 真是奇怪了 李先令盯问平怪 死者杨云青所患何病 平怪说也不是什么大病 就是虚切之症 这种病虽然难治 但能拖很长时间 不至于短短几日就死了 更不会突然暴毙身亡 平怪嘴里的虚切之症就是肺牢 当时平怪还叮嘱杨云青的妻子 让他多弄点鸡汤 甲鱼等好吃的给他补补 杨家又不缺这点钱 三人正在低头议论 忽然一阵旋风呼呼地刮了起来 卷起一蓬蓬灰尘 吹得人难睁双眼 此时唢呐声 劳伯声 哭丧声瞬间听了下来 四个抬着灵酒的挑夫 被旋风刮得站立不住 当时又正好走在窄道之上 人挤着人难以施展 那棺材突然掉落下来 砸在了地面上 棺材落地声响起 棺材后面轿子里 传出了女人惊恐的声音 出什么事情了 此时旋风又突然刮起 莫得掀开了轿子前的白布围帘 露出了轿子里女人的面目 李仙令正好瞧见了 这个女子的模样 这女人长得很美 虽然身上穿着笑衣 但脸上似乎并无哀妻之态 旋风停止之后 送葬队伍重新整理行装 又吹吹打打朝着继续往前走了 李仙令三人目睹送葬队伍远去 人人觉得此事离奇蹊跷 平怪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他告诉李仙令 杨剑生棺材在此时落地 并非是巧合 而是民营之中的定数 杨剑生所患之病尚未恶化 稍加调理服药还是能救好的 杨剑生之死必有蹊跷 尼迟也马上附和说 棺材落地是在市井 不如开关验识查明此案 李仙令听了两位好友的话 也觉得此事颇为离奇 于是随即吩咐一名牙役前去查明 杨剑生的灵鹫 抬去何处下葬了 牙役领命而去 很快就回来 禀报说杨剑生的棺材停在了广福寺里 杨家准备先做七天佛式超度亡魂 然后再安葬在位于西门外的杨家墓地里 杨剑生的棺材不急着下葬 李仙令也不急着开关验尸 他要先调查一番后 掌握确切证据了再开关 这样才能确保不损他的青天之名 平怪和尼迟起身告辞要去青云楼茶馆 坐一坐再回去睡觉 李仙令赞叹二位贤弟好经历 并请他们若在茶馆打听到了什么消息 别忘了及时通知他 二人听罢领命而去 青云楼茶馆是一家百年茶馆 距离县衙仅有百步之遥 茶馆有两层楼 一楼卖吃的 二楼是喝茶的地方 平怪和尼迟二人刚走进茶楼 就听到楼上争吵起来 好像马上要打起来似的 尼迟最喜欢管闲事 于是迫不及待地跑上楼去看热闹 果然 在二楼之上 一个粗壮的汉子扭着茶馆老板的衣领挥拳猛锤 茶馆老板并不还手 只意味着躲避格挡 这茶馆老板也是机灵得很 他虽然被动挨打 却每一下都躲得很巧妙 身上没吃一下重拳 却让人觉得他被打得很惨 尼迟见状赶紧喝止了汉子 汉子不清楚尼迟的来路 只好停了手 尼迟和平怪找了个位置坐下后 灌茶馆的陈老板 为何这位客人要打他 陈老师苦笑着说 这位客人刚才喝完茶后 离开了小店 骗客之后又返回来 并说他的钱忘在茶桌上了 要求把钱要回去 客人的确把钱放在桌子上了 于是他把钱贷还给了客人 既然钱已经还了 怎么还打人 陈老板带着哭腔说道 钱贷里明明只有两枚银元 三十文铜钱 客人去应说里面有四十枚银元 两百多文铜钱 同志年间的银元 一枚银元可以换铜钱一千文 一千文钱能卖到一头肥猪 现在还差三十八枚银元 这三十八枚银元注实是一大笔钱 由于客人逼着索要三十八枚银元 和一百多文铜钱 所以就动起手来了 尼迟听了陈老板的话 当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于是说他愿意帮忙解决这起纠纷 尼迟在当地只出了名的 爱管闲事和急功好义 所以众人都赞同由他来解决此事 尼迟转身对陈老板说 让他赶紧去拿三十八枚银元 和一百七十文铜钱来 陈老板不明就里 但还是马上照办 尼迟拿起银元就往钱袋里装 再把一百七十个铜板往里面塞 一枚枚银元和铜板塞了进去 铜钱塞了一百二十文后 钱袋子就装满了 钱袋子根本就装不了那么多钱 尼迟拿着钱袋子说 这钱袋子装不下四十枚银元和两百文钱 所以钱袋子不是撞汉的 石像的话就赶紧走 不然就报关了 汉子见状一脸尴尬 只好灰溜溜地跑了 尼迟化解了陈老板的危机 陈老板对此感激不已 尼迟拉着陈老板的手 问起了杨剑生死亡一事 陈老板说 杨剑生的确已经死了 而且是抱病而亡 据杨家的庸人阿贵说 他是弹塞弃绝而亡 死亡时间是前天晚上的前半夜里 尼迟问到这里 觉得再也问不出什么信息了 于是端起茶杯就要喝茶 此时陈老板拉住了他的手 低头轻声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那杨剑生得了劳病后 好几年都没有和妻子同房 他的妻子杨金氏正是三十卢狼之年 打熬不过就和家里的佣人阿贵勾搭上了 陈老板说 这件事情还是阿贵来喝茶时透露给他听的 有一次阿贵来喝茶 拿出一支银钗要换钱花 陈老板问他银钗从哪里来的 他说银钗释养金是给他的辛苦费 陈老板又追问阿贵 是什么样的辛苦费值得一根银钗 阿贵笑着说 当然是床上伺候的辛苦费了 尼迟听了陈老板的话 觉得有些好笑 但还是忍住了 他和平怪交换了一下眼色后 结账离开了茶楼 茶楼门口围着一堆要钱的乞丐 尼迟喜欢施舍这些乞丐 又拿出二十个童子撒在地上 乞丐们纷纷去抢 随后二人朝县衙走去 把此时告诉了李县令 当天下午 尼迟和平怪在县衙后堂休息片刻后 李县令拉上二人一起和他去广福寺验尸 杨剑生的棺材停放在西乡房里 李县令吩咐其他人回避 只留下尼迟 平怪 武作和两名心腹牙役 还有杨金氏和阿贵 几个人准备妥当之后 即刻开关验尸 两个牙役很快打开了棺盖 精通医术的平怪配合武作一起验尸 武作验得很仔细 连死尸头上的发便都解散开来一一仔细查看 验尸完毕后 武作说尸体上下只有一处伤痕 在胸前的位置 这处伤痕很难断定 是疾伤还是碰伤 但这点伤势不足以致命 李县令又转眼看了平怪 平怪也点了点头 脸上一副无奈的神情 李县令亲自查看尸体 他注意到尸体身上虽然没有致命伤 但尸体面部的表情 似乎刚刚经历过一种极端痛苦挣扎的感觉 如果真是如阿贵所言杨剑生 是弹腮弃绝而亡 根本不是这样的症状 杨金氏在一边哭泣不止 李县令让人盖上棺材 随即返回了县衙 第二天一大早 有人击打县衙撞鼓告状 李县令立刻升堂问案 青云楼的陈老板 抓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小青年跪在了堂下 陈老板说他抓了一个小偷 所以前来报案请老爷处理 李县令问小青年叫什么名字 为何要偷到陈老板的东西 那小青年说他姓周 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他没有名字 但别人都叫他小二 他的确偷了陈老板的东西 他现在知道错了 愿意将功赎罪 李县令觉得奇怪 一个小叫花子 能有什么办法建功抵罪呢 李县令毕竟是个好官 他没有把周小二仗子一顿再赶出去 而是问他如何将功赎罪 周小二跪在地上大呼 我要检举一桩凶杀案 此案发生在杨健生家里 周小二这一声呼叫 顿时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李县令尤其如此 他让周小二不要惊慌 慢慢将事情仔细说来 周小二磕了一个头后 说出了他知道的事情 大前天 也就是2月11日深夜 周小二到局魁接杨健生家里去偷东西 他翻墙进入后院 看见一间房里还亮着灯 周小二悄悄摸到窗户边上 从窗缝往里一看 顿时差点吓得丢了魂 在屋子里 一男一女站在床前 按住一个躺在床上的人 床上的人光着下身 那站着的男人弄来一根半尺多长的细铁钉 刺入了床上男人的撒尿的口子 又用手掌猛力击打铁钉 这一幕恐怖而血腥 周小二吓得半死 连东西也不敢偷了 就匆匆忙忙从羊健生家里逃了出来 李县令听了周小二的话 暗暗惊叹 这谋杀手段也太阴狠毒辣了吧 难怪五座查验不出端倪 李县令问周小二 那床上躺着的人是谁 周小二说床上的人被女人遮住了脸 所以看不清楚长相 那站着行凶的一男一女 女人背着光 所以他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那站着的男人是杨健生家的庸人阿贵 因为他曾经和阿贵赌过钱 所以认得他的样貌 李县令又问周小二 若那个女子站在眼前 他能否辨认得出来 周小二说可以 李县令让牙翼去传讯杨金氏和阿贵 让他和周小二对质 与此同时 尼迟和平怪二人 也闻讯来到县衙厅审 片刻之后 杨金氏被两个衙役带到了县衙 杨健生的弟弟杨玉龙不请自来 跟在杨金氏后面 杨金氏满面哀愁 神色却不惊慌 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衙役返回衙门复命 李县令见阿贵没来 忙问阿贵去了何处 衙役们说阿贵已经服毒身亡了 李县令眉头一皱 当即吩咐武作赶紧前去验尸 随后又让周小二把刚才所说的再讲一遍 李县令一直在观察杨金氏的表情 他除了惊讶恐惧 似乎没有阴谋败露的崩溃感 心想这个女人真能沉得住气 李县令让周小二和杨金氏对质 周小二说那晚他看到的女人就是他 杨金氏大惊失色 他忙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他杀了人 李县令怒斥杨金氏装模作样 他与阿贵私通在前 谋杀亲夫杨剑生在后 如今到了大堂上还假装不知道 再不从十招来 就要大行伺候 此时杨玉龙突然窜上堂来 狠狠打了杨金氏一记耳光 怒骂杨金氏赶紧招供 李县令让牙翼将杨玉龙赶下 杨玉龙不敢造次 只好退在一边 杨金氏口中直言他没有杀夫 他是冤枉的 李县令正要对杨金氏动刑 平怪赶紧上来劝说 他说杨金氏的神志有些失常了 若再继续审下去 只怕会将他逼疯 不如改日再审 平怪话中有话 李县令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料想到他可能发现了什么 于是将杨金氏周小二收押 随后宣布退堂 退堂之后 李县令发现少了倪迟 盲问平怪倪迟去了何处 平怪说倪迟去找乞丐 调查周小二去了 周小二既然是个乞丐 他的一举一动 其他乞丐也应该清楚 倪迟平日里多番阶级乞丐 与这些乞丐混得很熟 他一定能调查到相关信息 此时武作回来了 他命告说阿贵的确是中毒身亡了 李县令又让武作再劳累一下 去广福寺里再验一遍杨剑生的尸体 武作二话没说 带着工具箱直奔广福寺而去 李县令接着问平怪 刚才为何要叫停 难道他怀疑杨金氏没有杀人 平怪说他感觉杨金氏不像在撒谎 他的那种神态和举动不像是装出来的 但是他也没有证据 证明他不是凶手 所以担心李县令 驱打成招遮蔽了真相 于是赶紧叫听李县令不要再审下去了 李县令听了平怪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二人在书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分析案情 逐一对所有疑点进行剖析 片刻之后武作回来了 他果然从杨剑生尸体的下腹 取出半尺多长的一根细铁钉 铁钉的确是从尿道口刺进去的 李县令看了铁钉 让武作把铁钉拿下去好好保管 武作退出门后 撞倒了一个人 武作抬眼一看 原来此人正是尼迟 尼迟进来后大声说道 我们都上当了 我们都上当了 周小二骗了我们 李县令忙问为什么 尼迟端起桌子上的一碗茶 一饮而尽 平复了一下喘息后说道 我问了几个乞丐 他们都说 杨家凶杀案发生那晚周小二根本就没去杨家 他和几个其他的乞丐 在城西周家废瓷堂里赌钱 从日落一直堵到鸡鸣 从未离开过祠堂半步 当时外面下起了小雨 周小二连撒尿都撒在了祠堂的墙角 他哪里去过杨家后院呢 尼迟还提出了一个证据 城西的周家废祠堂到城东的距奎街距离相对较远 即使周小二全力奔跑 也至少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够抵达 而且那么多乞丐围着他赌钱 他们不可能看不见周小二出来 尼迟建议把周小二提出来再审 李先令却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周小二完全可以说他与阿贵有仇 他这样做不过是想报复阿贵 至于铁钉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说是巧合 那这桩案子该怎么破呢 平怪眼珠子咕噜一转 想到了一个其拿真凶的好办法 李先令和尼迟一听 都连连称赞平怪想了一个好主意 当天晚上县衙东门走出来一个瘦小的男子 死人走出衙门后 原本哭丧的脸马上笑了起来 他瞅了瞅街道两边的房子 发现人们都已经睡下 再看看空荡荡的街道 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瘦小的男子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了 嘴里还哼起了小曲儿 片刻之后 男子走进了青云楼 青云楼此时已经打烊 客人们纷纷走出了茶楼 瘦小男子走进茶楼后 再也没有出来 茶楼只剩下楼上 北间房内的灯火还亮着 此时一个年轻的男人 来到了茶楼门口 他在茶楼的房门上敲击了三下 店小二打开了一条缝 男子急不可耐地挤了进去 一个时辰后 店小二又打开了房门 最先进去那个瘦小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的衣袋里鼓鼓的 像是装了不少钱 此人像喝了不少酒 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 朝着远处走去 片刻之后 青云楼的门又开了 从门里又走出来一个人 此人冒颜压得很低 遮住了脸又低着头 这个人向右转了一个弯 朝着西边走去 似乎要跟着先前走出来的那个瘦子 此时街道拐角处出现了六条黑影 三条黑影朝着前面两人离开的方向 追踪而去 剩下的三条黑影继续守在青云楼外 那瘦小的男子一直往西走 看样子是要到周家祠堂去赌钱 瘦小的男子一边走着 一边哼起了小曲儿 突然那个戴帽子的人摸到了瘦小男子的身后 举起棍子朝他的后脑打去 瘦小男子被打翻在地 戴帽子的人准备继续施暴时 突然有人在黑夜中大喊抓凶手了 戴帽子的男人回头一看 发现三条壮汉追了上来 于是拔腿就跑 三条壮汉围拢过去 他拉起瘦小的男子一看 发现他已经死了 他的后脑骨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已经当场弃绝身亡了 那三条壮汉 为首的正是郎中平冠 其余两人是两个牙翼 而那个瘦小的男子 正是刚刚被放出来的周小二 不久后 戴帽子的男人又跑回了青云楼 他看见楼上北建房内的灯火 已经熄灭后 奋力爬上围墙 沿着房檐走到了窗外 窗户开了一条缝隙 戴帽子的男人一把推开窗户 纵身跳进了房里 他的双脚刚一落地 耳边就听到了一声断喝 随即戴帽子的男人的右边膝盖被人踢中 顿时痛入骨髓跌倒在地 他还来不及说话 就被人用绳子绑了起来 戴帽子的男人被绑住后 漆黑的屋内突然亮起了一盏灯 灯光照亮了泥池 两名牙翼合绑在椅子上的杨玉龙 而那个戴着帽子 刚刚被勤获的男人 正是青云楼的老板陈掌柜 此时门外又走进来三个人 分别是平怪和两个牙翼 倪迟笑着对陈老板说道 陈老板好伸手 一棍子就打死了周小二 又三两下就跑回了青云楼 还不费力地爬上楼来 只可惜你再有本事也难逃此劫了 陈掌柜见大事已去 搭拉着脑袋瘫软在地 李先令连夜升堂审讯 牙翼们环伺左右 刑具排布在暗桌之上 但此时已经不用审讯 杨玉龙和陈老板自知难以逃脱 只得乖乖地说出了所有罪行 原来 杨玉龙自从与哥哥杨健生分家后 整天吃喝嫖赌 很快就把家产败了个精光 他向杨健生借钱 起初杨健生还多多少少借点给他 可是日子久了 杨健生发现杨玉龙是个无底洞 便不再理他 杨玉龙对此怀恨在心 想要谋夺杨健生的财产 杨玉龙知道 单凭他自己是无法成事的 于是他找来清云楼的陈老板当帮手 陈老板与杨玉龙关系很好 起初他并不愿意帮忙 后来杨玉龙说是成之后 一半家产相送 陈老板估摸着能分到上万两银子 于是便答应了他 陈老板平时低调谨慎 装出胆小可怜的模样 其实此人身怀武艺 他身藏不露 无人知晓 2月11日那天深夜 陈老板冒雨闯入杨健生的家中 他见杨健生正在登下读书 于是往杨健生胸前猛击一拳 这一拳打得很有水准 杨健生只婚不死 杨健生婚死后 陈老板又退去杨健生的下衣 用铁钉将他钉死 随后又替他穿好上衣 逃出了杨家 2月13日上午 当陈老板得知 李县令的岐友尼池和平怪 必然会来青云楼喝茶后 就编造了阿贵与杨金氏通奸的故事 来哄骗他们 让他们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李县令 进而误导李县令判案 陈老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天早晨会有一个查客敲诈他 查客挥拳打陈老板 陈老板躲闪之间 竟然让尼池看出他身怀武艺的秘密 李县令果然上当 他去广福寺开关验尸 结果无功而返 杨玉龙和陈老板随后花钱买通了乞丐周小二 让陈老板以抓小偷的名义带着他去县衙 以将功赎罪的名义 说出阿贵与杨金氏有私情的秘密 实则还是想继续误导李县令 为了杀人灭口 他们提前将阿贵毒死 造成阿贵畏罪自杀的假象 如此一来 李县令无法让阿贵与杨金氏对质 杨金氏与阿贵私通并杀死杨建生的罪名 就坐实了 李县令果然细以为真 不过在一边观察的评惯 却从杨金氏的现场表现发现了端倪 杨金氏可能真不是杀人凶手 后来尼迟找乞丐谈调查了周小二 正是那天周小二在周家费瓷堂里赌钱 根本没有去杨建生家偷东西 尼迟找乞丐调查周小二的事情是秘密进行的 杨玉龙和陈老板还蒙在鼓里 但他们还是不放心周小二 学心想办法除掉周小二 起初二人的计划是买通狱卒堵死周小二 但后来觉得太冒险于是便放弃了 就在二人想办法弄死周小二时 李县令却突然将周小二放了 李县令放走周小二 这是平怪想到的主意 他这一招叫做引蛇出洞 果不其然 周小二出狱后直奔青云楼查馆 向杨玉龙索要了酬金 平怪尼迟各带着两个牙翼埋伏在青云楼两边 伺机而动 周小二离开青云楼茶馆时喝了酒 摇摇晃晃地朝周家旧祠堂走去时 陈老板戴着帽子遮住面部 悄悄跟在他身后 当走到一处僻静处时 陈老板从袖子中掏出一根短棍 一棍就将周小二打倒在地 陈老板担心周小二未死 正准备继续补棍子时 跟在他身后的平怪和两个牙翼冲了上来 陈老板心狠手拉 一棍子就打死了周小二 随后他多多转转返回了青云楼 他不想让店里的伙计看到他戴帽蒙面的形象 于是翻围墙爬窗户进入了房中 陈老板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跟踪周小二出了青云楼时 尼迟已经带着剩下了的两个牙翼袭击了青云楼 逮住了正在房间里等待消息的杨玉龙 他们将杨玉龙绑在凳子上 又吹灭了房间里的灯 陈老板从窗户跳入房间时 牙翼瞅准机会踢中了他的膝盖 将他当场制服 案情到此真相大白 这是一桩离奇的案子 幕后黑手是杨玉龙和陈老板 陈老板是隐藏的很深的杀手 没有人想到平时点头哈腰 见人笑嘻嘻的陈老板 是个凶狠歹毒的人 他们布下了这条毒计 先后害死了杨建生 阿贵周小二 还差点害死了杨金氏 最后 李先令案率判处杨玉龙 陈老板斩首之行 杨金氏无罪释放 杨玉龙 陈老板被杀后 此案又多了两条人命 前后有五个人丧生 真是令人感慨此案之起 案子判决后 杨金氏由于没有子嗣 把家产捐给了附近的一座尼姑庵 并在尼姑庵里削发为尼 以吃斋念佛度过了余生 这座尼姑庵到解放前还在 后来在一场大火中被烧为灰烬 不过杨金氏与这桩奇案的故事 一直流传至今 古人云 钱财之物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挖空心思也拿不走 杨玉龙贪财心切 最终害人害己 陈老板贪图分赃 用狠辣手段杀人 周小二为贪酬金诬陷他人 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一口棺材落地 引出连环奇案 也许这是冥冥中的注定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